今天進轉全球 我是主持人詹璇一 南韓總統影席月這趟訪美協議 他自詩為頭號推銷員 真的是當好當滿 短短兩天 他就拉到近六十億美元的投資 甚至還當面邀請特斯拉 這一張馬斯克到南韓來設場 那說實在的 台灣條件也不比南韓差 不禁令人想問 特斯拉什麼時候要來呢 殷熙月禮拜三 是應特斯拉支援長馬斯克的邀請 兩人你看到他們在華府碰面 那麼現在南韓總統是透露說 殷熙月是當面利亞馬斯克說 到南韓來蓋電動車的超級工廠 同時當然也承諾了 會提供土地 勞工 還有最重要的事務優惠 馬斯克也正面回應說 南韓在特斯拉的超級工廠候選國家 一直都排在很前面 所以他也將親自訪問南韓 除了電動車 殷熙月也希望馬斯克幫助南韓 來發展航太產業 促進南韓企業跟馬斯克旗下的 太空探索公司SpaceX更多合作 殷熙月表示了 在南韓有世界級的製造機器人 還優秀人才 所以絕對是特斯拉超級工廠的 北響地點 那目前說到南韓 南韓確實是電動車電池的生產大國 對特斯拉也真的有吸引力 但如果特斯拉真的到南韓設廠 恐怕將會衝擊南韓自己本土的車廠 像是現代還有Kia 那麼呢 隱熙月是希望藉由引進特斯拉 來精進南韓電動車的技術 還是有其他的盤算 目前都還有待觀察 但事實上 近幾年 隨著環保意識抬頭 消費者對電動車的需求 是持續成長 但昂貴的價格 讓不少人卻步 為了擴架市戰 但現在很多業者都採取降價策略 那就連鴻海 他們現在也加入戰局 預告他們要打造出售價低於一萬美元 你沒聽錯 一萬美元的平價電動車 也就是說一台車台幣三十萬有找 而這樣的平價電動車 外在台灣也買得到 鴻海拼造車 現在更要跟同業打價格戰 砸重金挖腳 日本汽車大將官潤 當電動車策略長 更罕見松口 說中國出現五千美元平價電動車 市場已經存在 不只四人做電動窗 動力方向盤一向也沒少 未來鴻海要打造更大的電動車 售價低於一萬美元 也就是臺幣三十萬有找 而且在台灣也買得到 其實超便宜電動車 世界各國通通有價格 讓人跌破眼鏡 中國通用武林 一台竟然只要台幣十四點七萬 年銷量甚至贏過特斯拉 廣汽埃安也算便宜 台幣六十三萬 俄羅斯新創公司打造入門款電動車 號稱續航力兩百公里 價格二十萬有找 印度這款台幣三十三萬 但只限當地銷售 對比被封為全美最便宜的油車 現代汽車一台也要台幣三十萬 台灣汽油車至少也要五十萬才買得到 國際能源總署就預估 未來三萬美元 將成為電動車新門檻 最關鍵我想應該是續航力還有電池容量的大小 如果電池的容量大小比較小的話 當然可以有效地降低它的成本 想便宜 勢必得從成本下手 平價車挑戰續航力電池容量 但在萬物起漲的時代有了價格優勢就有機會闖蕩市場 南韓晶片業者先前傳出私下對美國晶片法補助的附加條款是表示疑慮 而且拜登政府為了防堵美中晶片戰的破口 近期傳出要求南韓的廠商和美國業者同進退 這又再度引發了整個南韓業者的擔憂 而拜登最新在整個白宮玫瑰園的借者會上面 他就遭到記者質問說 是不是正為了跟中國競爭傷害重要盟友呢 拜登是重申了 他說整個晶片法的目的是在重振美國製造 確保供應鏈安全跟南韓是雙贏的 他同時強調晶片法的用意不是要傷害中國 不過說到在近四十年前還記得嗎 這個美日半導體協議導致整個日本半導體業衰弱的前者之間 還是歷歷在目 雖然和業者就難免心生疑慮 拜登延續上禮拜美國財長葉倫和貿易代表戴琪 不尋求跟中國經濟脫鉤的論調 那拜登這回的發言再次凸顯 現在白宮對中國策略的微妙變化 現在我們有很大的投資金 現在我們有很大的投資金 在美國裏面 超過200億美元 在長期的投資金 在寫股機 我們在建立的經濟 美國裏面 跟這些寫股機 這不是想要傷害中國 它是造成功在南韓 比起地緣政治 現在還有更近在眼前的利空 三星今天公布上記財報 營收年減近兩成 營業利益更暴跌超過95% 創下2009年來的同計新低 淨力也大減接近九成 而基因體價格低迷 以及客戶持續庫存調整 使得晶圓代工業務走皮 是主要原因 三星旗下涵蓋半導體業務的 DS事業群上記營業虧損 達4.6兆韓元 由於需求疲弱 三星日前傳出大幅減產 外資估計今年的減產幅度 可能會達到三成 那來看到了DS事業群 這是涵蓋手機跟家電的 以及包含面板業務的SDC事業群 在上記的營利都是縮水的 那三星作為南韓的企業龍頭 他們財報如此的慘淡 三星董事長李賽榮 陪同南韓總統引擎院出訪華府的時候 剛好避開這個尷尬時刻 但是美韓元首會面 倒是沒有回覆敏感的台海問題 重申 現在大家要做的事情 就是合作維護台海和平 美韓兩國十二年第一次 在華府的這個擁抱 替拜引高峰會 下了前奏 拜登的腳步似乎刻意跟著音樂節奏 看起來有點不自然 但影席樂這一趟飛了超過13小時 最想聽到的拜登可沒有把它忘記 儘管有一點卡詞 但關鍵字已經出現 根據辦理兩人簽署的華盛頓宣言 美軍將派遣核動力彈道飛彈前艦訪問南韓 是1980年代初數十年的第一次 兩方更依照北約模式建立核資商小組 定期商討核能威責政策 美國的核保護傘更加穩固 南韓也保證絕不退出非核擴散協定 處理完最重要的北韓議題 影席樂畫風一轉開始指向其他的威脅 出訪前才剛提到台海問題是全球性問題 氣得中國急跳腳 如今到了美國影席樂點出當今種種挑戰 被暗指就是在抨擊中國跟俄羅斯 扮演兩人公開回應全球挑戰 但對於日前美國的外洩機密文件 南韓總統刻意淡化監聽風暴 不讓這一趟訪美行染上一點點的不可協 進行我黃盛凱帶有任報導 再來看到國際頭條 烏爾開戰四百二十八天 中國物料主席習近平 最新他終於首度看烏克蘭總統 斯倫斯基通話了 敲定雙方會派這個代表團互謊 那這對不久前仿中的法國總統馬克宏來說 可能認為自己促談有功 因為習近平呢 他雖然一直很想要當和平使者 調停烏爾衝突 但面對斯倫斯基對話的要求 卻等了好幾個月 他才終於打破沉默 專家分析了 習近平此刻呢 可能是想要重新平衡 不偏向烏爾任何一方的形象 而從習近平不打算 親自訪問烏克蘭來看 他是真心想跟烏克蘭對話 還剩只是賣馬克宏面子做做樣子 都還有在觀察 習近平的電話 澤倫斯基這一次終於等到了 兩個人談了將近一小時 這一場俄羅斯發起的戰爭 習近平還是不願意替他證明 避開戰爭之詞 只說市場危機 根據樣視報導 習近平向澤倫斯基強調 談判是唯一道路 核戰爭沒有贏家 這一場通話來的時間點很敏感 因為中國駐發大使盧沙野 才剛說烏克蘭不具備 國際法上的國家地位 而且也比這一幕晚了超過一個月 習近平向烏克蘭保證會保持中立 但也不會袖手旁觀 不過跟三月份親自出訪俄羅斯不同 這一回中國只願意派出代表團 中方將派中國政府歐亞事務特別代表 付烏克蘭等國訪問 就正式解決烏克蘭危機 跟各方進行深入溝通 即將代表中國到烏克蘭的是 有俄國通稱號的前諸俄大使李輝 能否帶出停戰曙光 澤倫斯基先把底線踩出來 紫倫斯基強調絕對不會為了和平 犧牲任何的領土 而同時俄羅斯已經非法佔領烏克蘭四區主權 中國的領土完整是替哪一方出身 也是停戰能否出現的最大關鍵 而習近平一邊在作秀 但是烏二戰士還是持續地攻打 俄羅斯最近用飛彈攻擊 炸毀烏克蘭東北部小鎮的一座博物館 那由於俄軍多次針對博物館還有美術館 發動攻擊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懷疑說 俄軍基本上這樣的動作 是有機化地想要抹去烏克蘭的歷史和文化 烏克蘭小鎮內白色的建築物被炸到 連屋頂都整個不見 門口也被炸出一個隕石坑般的大洞 只見其重機忙著吊起厚重的木板 想要從瓦礫堆下找出生還者 這裡本來是間歷史博物館 但卻遭到俄軍用飛彈無情攻擊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還是飛彈性能真的不好 總是瞄不準 俄羅斯25號對烏克蘭東北部 靠近前線的小鎮 酷皮揚時刻發動空襲 又把飛彈射向民間設施 面對俄羅斯三番兩次拿烏克蘭平民開刀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痛批 俄軍根本就是恐怖分子 這輪司機也控訴俄羅斯不但正在用野蠻的方式殺害烏克蘭人 也在盡全力想要抹去烏克蘭的歷史和文化 他希望全球的領袖拿出良心 一起抵制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 一起攜手維護被打亂的國際秩序 近新聞綜合報導 休息一下繼續進展全球 歡迎到進展全球 美國2024總統大選民主和共和兩黨摩拳擦掌 台灣議題成為雙方攻防的一大局震點 那麼就在美空總統拜登他宣布他要來進行連任之後 共和黨立刻釋出一個文宣影片 當中模擬的就是台北遭到共軍空襲 這個場面極可認真 目的是要攻擊說拜登太軟弱了 要是他連任成功可能就會導致這樣的結果 那關鍵在於這整個影片通通都是利用AI生成 也引起2024美國總統大選有沒有可能會受到 生畏技術影響的討論 中共飛彈射向台北101 字幕寫著國際緊張情勢升溫 美國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釋出一則30秒廣告 用各式末日感情境狂酸剛宣布要競選連任的 美國總統拜登 字幕寫著歷屆最弱的總統如果連任會怎樣 接著畫面出現共軍席台 美國各大銀行關門 海灘與邊境衝斥著難民 但仔細一看廣告左上角寫著小小一行 全由AI影像生成 共和黨罵拜登不稀奇 但這回靠純AI做競選宣傳片創下首例 也讓AI議題意外成為選戰交易 可能你不喜歡的內容 但你覺得這個表演很精彩 我認為這個表演很精彩 因為它發生害怕 效果即可亂真 加上製作速度快 用AI做影片其實早已不是新鮮事 但要是被有心人士拿來散播假消息 就會帶來社會隱憂 像是日前社群媒體瘋傳 美國前總統川普被警察追著跑 甚至是被制服在地 最後遭逮捕的系列照片 事後就被證實全是AI製造 美國媒體不禁擔憂 2024大選AI將扮演什麼角色 廣告釋出後 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痛批 共和黨無法反駁拜登執政成果 因此連要抹黑都只能用假畫面 美國大選戰即將開跑 想靠AI助攻尺度可要 小心拿捏 經新聞 謝志堅 陳思穎報導 但說到美中科技戰 從半導體現在打到了雲端 美國有9名參議員 他們一起雷致函拜登政府 直接點名了 認為應該要擴大制裁華為旗下的華為雲 還有阿里巴巴子公司阿里雲 認為這些中國的雲端運算公司 對於美國的國安和經濟已經構成威脅 但中國外交部則是抗議 受美方無力打壓 聲稱這些事干預貿易的行徑 最後損害的也是美國消費者利益 美中經貿戰再升級 這回有9位美國議員聯名簽署 敦促政府制裁可能造成國安威脅的 中國雲端計算公司 被點名的公司曝光 華為旗下的華為雲 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阿里雲 和百度雲 騰訊雲 都在議員名單中 其中華為雲被指控 曾和將烏克蘭衛星圖 提供給俄羅斯傭兵集團 瓦格納的長沙天移公司合作 議員們敦促應該寄出出口限制和投資禁令 並進一步調查這些黑名單公司 對此 美國商務部長26號這麼說 雷蒙多認同議員說法 強調中國企業威脅真實存在 不過北京當局可不這麼想 再度出滅炮轟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重化抨擊 反對美方無理打壓中國企業 中美貿易戰打個沒完 雲端計算公司如今成了新戰場 兩國關係持續劍拔弩張 近新聞 高一婷 王主任報導 中國持續擴張 國際影響力不只側動了 中南美國家跟台灣斷交 腦筋甚至還動到了英國頭上 瞄準弱小的大英國鞋成員國 他們是重金買下當地的港口和水路使用權 英國的鷹派人士就大聲疾呼 英國政府不要再睡了 應該拿出作為 不能讓盟友一個個都被中國吸收 為了擴張全球影響力 中國無所不用其極 除了一帶一路國家外 也將觸角身向大英國鞋 大英國鞋有56個成員國 英國《每日郵報》報導 中國早從2005年就開始佈局 目前已經向42個國家 總金額超過6850億英鎊 相當於台幣26兆 這些國家多半是弱小經濟體 渴望能在國際舞台上翻身 有了人民幣做大補帖 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斡旋 就能有更多籌碼 並提供關鍵港口和水路航行權 給中國作為回報 方便北京對抗美國等超級強權國家 透過科技合作 中國還能在這些國家中 見識海外華人的一舉一動 形同中國境內天眼系統的延伸 《每日郵報》報導 英國對華硬派人士批評 大英國協盟有十多年來 一個個被中國拉攏 英國反應卻慢半拍 喊話英國政府快點醒來 別讓中國觸角 無孔不入 金新聞綜合報導 好 再給觀眾了 這是迪士尼和佛州州長 迪尚特政爭走到對部公堂了 一開始雙方是為了 小學的性貧教育槓上 可是現在佛州州長出招了 他剝奪迪士尼在佛州 享有的自治權 直接立法要求說要在六月一號 把迪士尼的員工還有基礎建設 上繳給佛州政府 現在迪士尼決定提告 要求法院撤銷這個 帶有政治報復意味的法案 永遠帶著笑容的米奇米尼 這一回面對政治打壓不忍了 硬起來把佛州州長迪尚特 一撞告上法院 這非常不常地發行法 然後有德斯安斯在旁邊 基本上跟米奇米尼 迪士尼在佛州百年來 享有的自治地位 即將在六月一號被消失 因為前執行長查佩克 抗擊當地政府 通過的家庭教育權力法案 該法禁止學校 在小學三年級之前 談論性別認同和性傾向 被視為對性別平權的一劑重擊 一旦迪士尼因為這樣失去自治地位 當地員工跟基礎設施 通通得上繳佛州政府 上個月底格空呼嗆 至今一個月還鬧上了法院 迪士尼要求法官 撤銷迪尚特的報復行動 州長被告卻由官員來回應 因為州長本人正在南韓出訪 忙得很 迪尚特接連走訪日韓兩國 表面上要替佛州企業 爭取更多利益 但卻搶達台海議題 美中關係等候選人必考題 替參選總統暖身的態勢 锋芒全都漏 而美國軍銀行不斷爆雷 現在中國的村鎮銀行也是鈴聲籠籠 安徽省有民眾控訴 漢安放在當地這個鄉鎮銀行的錢 領不出來 而整個村莊被凍結的金額 高達九百萬人民幣 受害者有上萬人 領不出錢的民眾 圍著縣政府的官員討一個說法 中國再度爆發 前存在鄉鎮銀行卻領不出來的慘案 當地村民控訴 中國安徽省訴州市的 蕭縣力挺合作社存款領不出來 光是一個村莊被凍結的金額 總共就有八百萬到九百萬元人民幣 全縣受害者加起來估計超過上萬人 他離家非常近 第二個還有一個就是他們經常宣傳 然後又說是政府支持的 他們從頭到尾全都沒有說過 是入股還是投資 蕭縣力挺合作社是一家農民 專業合作社在地經營多年知名度高 許多農民老人基於信任都來這裡 存血和錢或退休金 錢卻領不出來非常無助 民眾團結檢舉之後 縣政府官員給出承諾 損失的錢有望拿回來 不過因為是分批退還還得慢慢等 民眾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還一直被施壓刪掉爆料影片 近幾年來中國的村鎮銀行頻頻爆雷 農民的血汗錢血本無歸 這也讓民眾質疑是中國的金融監管部門 管理不利才會造成今天這種局面 近新聞綜合報導 喜歡我們的內容 歡迎加入經營全球的臉書粉絲 也記得持續按讚分享 節目最後等你到雲南看潑水節 今晚全球感謝收看 我們下回見 我們下回見